现在日本业者他们拍的广告 就到底要宣传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那广告呢大概两分钟 看到的是日本武士身穿厚重的盔甲 然后到了礼约海滩等等 展现各种极限运动的技巧 其实就是要展示武士精神 巴西礼约的海滩这一天 很有日本风 穿着一身暗红色的盔甲 日本武士上战场 这次不是要杀敌 是要挑战大海 不只是冲浪滑板极限运动 怎么可能难得到日本武士 华氏自行车更是让民众看什么夜 就算是滑雪或是挑战 异高人胆大的高空绳索 这些万能的武士 都能轻而易举的让人碰碰口呆 两分钟的影片古今结合 展现出日本独特的武士精神 但这段影片到底 葫芦里是卖什么药 原来这是日本泡面大厂的新广告 这不是日清第一次把类似的武士概念 融入广告 泡面被无人机抢走的女高中生 瞬间变身武士 一路跑酷融入各种日本文化 大量利用现代跟历史的交错 甚至有点无厘头的形象 用充满创意的方式展现这款 全球知名的泡面 就像是日本武士一样杀骗天下无敌手 力就不摔 TVH新闻综合报道